財資大盜 林潔營 何文堅 繼續回來《財資大盜》這一節回來 講講香港方面進出口的情況 貨櫃碼頭方面的角色 以及接下來政府有什麼可以幫助業界 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香港副科人委員會執行總幹事何立基 Hello 何立基好 Hello 早安 早安 我們經常說2月通關之後 其實本來希望很多東西復償 不單是復償 希望像以前那樣 回復以前的水平 但逆後復償之後 我們看到很多行業雖然有增長 但次疫情都未回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你自己看進出口情況又是怎樣 最大的問題就是 全球經濟疲弱 以及前景不明朗 而很多我們主要的市場 都是受到困擾 例如歐洲 很多國家 今年2023年 其實那個經濟是負增長的 也有些問題 例如俄古戰爭的千言 生活成本增加 都會令到很多人不敢去消費 其實東南亞都一樣 我想比較好的市場 可能會在美國 但美國其實都參差 話就說 我們整個都受到大外圍經濟因素 我們轉口講來 沒有說自己是啤膠花 外面訂單少 內地生產少 我們轉口少 但其實同步 我們有沒有受到內地的港口 取代了我們角色和功能 在疫情期間封關這麼嚴厲 那些人走了鹽田 走了藍沙 長三角 陽山港 不回來了 會不會這個轉變 短時間很難扭回頭呢 扭回頭的機會就不大了 我們業界需要考慮 如何制止貨量繼續流失 我們可以保持貨量 因為香港畢竟是世界第九 其實都不小 比起世界上 有很多國家都希望有這個分土量 我們會見到 其實在中國這麼多的港口當中 在今年和去年都是 其實深圳的表現都是差的 我想這個就是最主要華南 我們外貿數字的百分比是高 但看回深圳港口 他們比香港表現好是有兩點的 一 他們是內貿的數字是增幅的 第二 他們的入口是有增加的 而香港是連入口都跌了 那這個是跟香港和華南其他港口的所謂的競爭 是有關係的 以往香港是作為南中國的門戶 很多國際的貨品來香港再轉口 以往是一個主要的門戶 這個是主要的門戶 現在仍然香港都轉口說 但我們最主要當然的貨量是出口 國內來香港再出口 這個是主要 但是香港也是 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 我們沒有稅 所以有很多貨物來到香港再進去南中國 或者甚至其他中國 這個我們都是一個重要角色 但我們發覺今年這個角色是有受損害的 因為國內你明顯看到他們的入口是增壓著 空運和陸運都是一樣 這個就變成了我們的貨量是有流失的 這個可不可以說我們其實這方面的優勢 逐步逐步是退減著呢 我想我們的優勢可以說是退減著的 但是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 我們沒有那個入口稅 我們沒有一個比較寬鬆的一個進出口條件 還有這個是不能取代的 我不會見到國內會是完全沒有關稅 或者他們不把關 但是慢慢他們會成熟 跟外國的聯繫會成熟 這個都會增加了競爭力 第二就是當然馬頭 純粹說馬頭生意 國內仍然有些港口 他們政府有補貼 或者加提供了很多所謂經濟誘因 即你開一個新的區域總部 開新航線 它都是很大的獎勵 但是這些是香港沒有辦法提供的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希望會有一個協調 因為整個華南地區來說 你的貨源其實是另外一個遊戲 你多了我就少了 即是都是那個餅來的 整體的餅沒有大了 還有第二 所謂的得益 會是去了一些全公司 你不會留在那個區內 全公司也不會把這些所謂經濟的誘因 通過運費回饋 給華南的所謂的進出口商 貨主 所以我們見到這個是沒有什麼需要的競爭 另外擔心就是一個是過度投資 因為其他的港口包括藍沙、鹽田 他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所謂的擴充計劃 但是你貿易量的前景 不是說真的會見到很大增長的時候 你會形成一個過度投資 那你就自然會減價競爭 那減價競爭有沒有可以用科技 或者我們用更多的技術引入 令到成本效益提升 又或者我們有沒有條件去減價競爭 因為我們其實本身的成本都是貴的 我們會覺得香港無論土地或者勞工的成本 我們都是貴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讓這個差距無限去擴大 而是真的這些根本問題都要著力去處理 雖然香港可能真的會被我們的競爭者貴 但是我們仍然都要縮小的差距 不要被它擴大 否則流失的會更快 嗯 你看陽山港 全新興建出來 全部機械化 用物流鏈、機械鼻去做 我們香港攀衝貨外碼頭 立大半個世紀 是否時候可能要想想 是否真的可以遷移碼頭 整個新現代化的碼頭 去提升競爭力呢? 即是留待市中心土地 在住宅被人住下呢? 其實有很多現時已經在營運的碼頭 他們都行不到自動化 你即是會見陽山港 他們都是新的碼頭才有 舊的 它仍然都採一些科技化 例如遙控的裝社 但是碼頭裏面 是做不到無人駕駛 全自動化 包括鹽田也是 它在新的一期 鹽田第五期 它們是一個全自動碼頭 包括李南沙 它也是第四期 才是全自動碼頭 舊的碼頭 它們只可以改造 或者改良 香港的情況完全一樣 香港是一個硬件很漂亮 經營所謂的管理系統 人才、人緣 都是首屈一指的 世界上的水平更高 但是如果叫它行自動化 我們會見到一個自動化的碼頭 其實是不切實際的 也未必有這麼需要 其實速度不會快了 行自動化 其實只會慢了 根本很難全全改造 至於說到會搬簽碼頭 你要看看有沒有一個好的選子 畢竟香港不同 上海和陽山的關係 陽山基本上是浙江的 你上海說我要這個做碼頭 我的碼頭 那就可以了 香港在哪裡找呢 我們難道會跟廣東省 或者其他地方 這個我的 那有沒有這麼大的機會呢 香港自己本身 我會覺得 令蜜土地去找那個機會是小的 有人說龍古灘 但實際上那個條件 是做不到的 我想如果提到那個 連那個基本ABC 都不知道那個人 我想看看 如果這樣說的話 你自己看碼頭業方面 長遠的發展是怎樣 即是面對區裡面 不同的競爭 其實剛才也說要搬簽 又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那情況又怎樣 我想香港 我剛才說 我們的硬件 即碼頭的條件 仍然都是世界一流水平 即是無論我們在土地利用 效率操作 很多都難以望極背後 第二 香港仍然是世界第九 有很多人爭 崩頭都爭不到 進去前十 即是我們的量仍然是很大 香港亦都很有一個天然條件 是去做鑽口的 例如我們在主航道當中 我們不學得深圳講 它鹽田拆去西邊 你射口射回碼頭 在地板船 鹽田東邊 在西邊 它拆開了的時候 它很難做鑽口 即沒有我們的條件那麼好 而我們集中在葵政一塊地點 水深又靚 我們是完全是有個條件 是可以繼續這個所謂碼頭 有效地去經營 我會覺得我們應該是 繼續去保持它 亦都是去支持它 我覺得幾好 很有正能量 即不是說香港方面 雖然是比以往可能 略為是慢了下來 但其實我們仍然都在世界十位之內 排到第九 去年施政報告提過一段仔 沒甚麼人留意 就是政府撥了筆錢 去研究鐵水聯運 在內地就很像熱 怎樣用鐵路接駁航運 一條龍可以做到很有效益的 遠距離的貨櫃運送 這個香港研究的話 都有一年了 業界有沒有甚麼頭緒 是否做到鐵水聯運 在香港 貨運鐵路來香港 我相信是不可行的 唯一我相信有些機會 會是用等船畫拖斜 可能去接駁內地鐵路到的港口 其實很多人業界都沒有真正明白到 鹽田其實是國內做鐵水聯運的 一個所謂的第二大的碼頭來的 我們會否可以利用到 我們用拖車也好 等船也好 去接駁營田再鐵路呢 但對整體貨量來說 幫助是小的 我們要明白 鐵路一個班列 你才裝二三百 你一隻我們海運船 是裝二萬四 是說一百倍的量 你整年 其實現在是中歐鐵路 總量都是幾隻船的capacity 當然 你說去某些市場 鐵路的運輸是有它的優勢的 但我覺得會對香港整體貨量的增加 甚至貨物的種類其實是有限 另一方面 我們經常說 疫口復償之後 大家都說 希望政府接下來的施政報告 都仍有一些支援不同的業界 其實過去政府對於你們的業界 都有些支援 長遠來說 你覺得政府在航運業或規劃上 應該怎樣可以幫助你們的業界 政府在這兩三年 都是對航運業提供了一些 比較創新的制度 包括了對專業服務業 包括保險、船舶買賣、融資、租任 有利得稅行的寬減 這些都可以說是一個制度創新的 但我會獲得 實際上的支持 應該仍然維持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因為如果你沒有實際上沒有貨量 你上面很多的所謂的專業服務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發展得非常好 你有貨量、有經濟活動的支持 有這班公司、企業在維持的時候 上面的所謂專業服務業的發展就會更容易 你支持這個所謂的貨量的時候 你就要在跨境運輸 在進出口的制度 你那個條例 還有在土地、在勞工供應方面 是需要幫助的 新一輪輸入外勞的呼喚寬 出入口行業有沒有受惠 接下來的崗位不會那麼難請人 可以填補一些空缺 政府其實在運輸 都是一個他們首先放寬補充收入勞工 特別在機場方面 他們有6500個位 第一次的反應 可能大家都是先試試 他申請有2900個 現在我們看看成效如何 因為收入勞工的成本是不低的 特別是提供所謂要住宅方面 介紹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需要考慮的問題 司機是否會好些 跨境運輸可以回去 拿貨回去睡覺 第二天再來 這個會是 但我覺得長遠來說 跨境運輸需要大幅改善 而改善的方向是逐步 我們是說把現在的限制放鬆 即自由化 為何還要有牌照呢 即又是拆長鬆綁四個字 是制度的問題 制度以往只是給香港的中國司機公司去做 但現在你發覺行業是否應該放鬆呢 你已經是港車北上越車南下 即是私家車來說 那你貨櫃車或貨車 為何不可以呢 希望政府能夠考慮到相關的問題 和內地政府方面更多溝通 最後想問一問 其實剛才你也說到 全球的復甦步伐都影響著進出口的表現 你自己預期下半年的情況是怎樣 整體的復運 譬如訂單上的情況又是怎樣 我們不會見到一個很大的改善 除非有一些影響著現在 整個商貿環境會有改變 例如政治原因 例如俄烏戰爭 例如經濟大家的展望會好 當然這幾個我們見不到一個突然間會有很大改善的原因 但也擔心會不會金融市場 當你外國的股票市場仍然處於新高位 我們要擔心 國內也有些問題 國內內房地產問題 經濟增長問題 就業問題 這些我們都需要考慮到 業價現在純粹說 貿易來說 我想最大的困擾現在就是風險問題 即是你外國的買家 究竟副帳能力有多高 怎樣可以減低副帳 第二就是現金流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數期其實是很長 比以前90% 現在一開口就180天 長了一倍 對於供應商來說 你的資金需求長了很多 你的風險就大了很多 而且很多破產的 都是你做生意才破產 當然新客你敢不敢接呢 我想政府這方面可以做多些事情 例如在買家的所謂的 所謂的background check 風險管理 這幾樣是可以幫到一些所謂的中小企 可以拿到更便宜的資訊 做一個評估 究竟做不做的生意 接不接他的單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方面希望政府又聽到業界的聲音 希望疫口復償之後 能夠盡快回復疫情前的水平 現在是否還未到 現在還在下跌 現在還在下跌 下跌十幾個月 所以大家要多些靜能力 小心謹慎 努力一下 繼續找出新機遇 香港人最厲害的 不會放棄 今天我們多謝香港副科議員 委員會執行總幹事 何立記多謝你 多謝 北京 差跌 兩層 目 感谢观看